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米饭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米饭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今天一定可以大方吃 下午运动量可大 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中饭 昨天到三点多的时候 许诚老师特别认真的问 是真的不给中饭吃的 对啊 你们这次是不喊午餐的 这是昨天的午餐好吗 对 不喊我昨天的补账了 给你用最特别的杯子 哇 上班不如种田 这里面的那个村民 大家都认识我们吗 认识啊 那我们有签名照片可以卖给他 不 这个节目不走这个路数 这个节目花了更多的钱 让村民假装不认识我们 是这样的状况 先去买点肉 你钱拿了没 钱 这是预制给你的一百块插秧的钱 前提就是明天必须把水稻田插好 我这就过来帮你啊 我去了黄老师 我们来救你了 那么好啊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这样子 对 很棒 感觉很棒 我这样真的快好多啊 我们大家一起会更快 好心疼农民伯伯 对的 他们可是很大很大一片片的 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对 真的不能浪费粮食啊 朋友们 好 我说实话我现在已经腰又快不行了 我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怎么了何老师 憋了一泡尿 你上去哎不行 休息不行不行不行 这时候最适合唱什么歌啊文琪 翻身浓浓法歌唱 不适合唱 新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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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不住了 爱情在心中大闹 大闹 他说那春天倒了 到了 新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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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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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不住 关不住 关不住了 已经开始唱三歌了 喊耗子了 他们真的快唱完了 真的厉害 小金累了就说啊 不累没事 如果需要什么帮忙 你跟我们讲啊 行啊大花你走过去啊 我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这个家伙工作也是 完全无条件 不计形象的 男人是啊 辛苦 保护女的 华你想喝什么吗 不用 华你怎么这么棒 我想吃那个 什么 吃苦 吃苦 哇 哈哈哈哈 哎呀我要吐在这个田里了 哈哈哈哈 哎我们快弄弄好了 你看 葛老师 对啊 对的 就是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 我们可以的 可以的 啊 我们要加油 太棒了 耶 我们是不是你的骄傲 吃 哈哈哈哈 哈哈 蓬蓬 耶 你还有几颗啊 两颗 等一下 还有一颗 我还有三颗 每个人都拿最后一颗 好吗 好 我们三一二 三二一 三二一 酷 完了 成功了 哎呦壮观呀 太牛了 我真的觉得我 知道我现在想说什么吗 什么 我好想上厕所 哈哈哈 黄小厨 哎 肚子在咕咕响 哎马上 我就差一个水煮肉很快了 哇 这什么呀 你不叫我看这什么呀 这是 哇 这好香 哇哇哇哦 米饭 好了 吃饭 呜 这饭真的太讲究了 我的天哪 太精彩了 我的天哪 我要赞美这条鱼 哇 这鱼太好吃了 这太好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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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做菜我吃四两三 没人信 这么大一碗我第二碗了 太香了 潘婚就是小 泛量就好啊 rd 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么大年纪 饭量还这么吹 哈哈哈 我这一口真的好难下咽 哈哈哈 每一早上有谁想要起来跑步的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刚刚是时间静止了一下 我感觉 最恐怖的是下午的时候 杰哥问我们两个 要不要去跑步 我们两个说好啊 然后他们说跑步的时候 还在那跳 比谁跳得高 感觉非常爱运动 杰哥真爱吃鱼啊 你把那个鱼也吃掉了 他们都吃完了 但这有一个捆鱼 捆鱼 捆鱼 你猜 你猜 啥子是捆鱼 捆鱼 捆鱼是整个鱼 捆的 他说什么 捆鱼 捆鱼就是整个鱼 捆鱼 捆鱼 他刚才是 他不是故意搞笑 他刚才是认真地跟我讲 捆鱼 这是捆鱼 然后他自己就说捆鱼 我还听不懂 我那话说一点根鱼 根鱼 根鱼 来 你把这个捆鱼头吃了 我给你查 真的吗 我给你把这个捆鱼头弄下来 好好好 我在里面裹一下 哈哈哈哈 你给我讲点四川的黑话 哈哈哈哈 你开始说一些 你字幕主要开始生编的字 裹一下其实都还好 要在里面裸一下 你在大本营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娜娜会说一些那种 来三点过 对 他自己以为那是一个全球 所有人都懂的 全球都懂的 他说 我说娜娜你明天几点飞机 三点过 我心想三点过是几点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 三点过就是对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三点以后四点以前 说太不负责任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又闲散 就不会觉得时间 谁就在里面裹一下 哈哈哈哈 谁把里面的肉都给我挑走 我给你找找啊 何老师 我给你吃个肉粑粑是吧 好 我吃肉粑粑 我吃肉粑粑 那边吃肉粑粑 我吃肉粑粑 等一等啊 这湖南人小时候啊 这个老人都跟孩子说 吃个肉粑粑 吃个鱼粑粑 吃个鱼粑粑 吃了粑粑 吃了粑粑 吃到几点了 八点半 二十八点半 所以我们 插了多久 我大概是 三点钟过去插的 你们下去可能有五点 你一个人插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又一起插了两个小时 哎 但你们这体球给插完了可真挺 真的 他一个人不只两个小时 他昨天 他昨天也插了 我们都在 想办法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我去插插秧 插秧少年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默默地把这个当做他自己的责任 明明是大家的事情 他就觉得是他自己的事情 没事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 鲜嫩的小鲜肉来了 就伤痕累累 破破烂烂的回去了 彭沫也可爱 但彭沫一直表现出强烈的性质 懂事儿 他有小孩的样儿 但是又不 不用小孩的坏毛病 好 到了 我看到 芯文 杰哥和娜姐结婚的时候 是婚礼吗 看到 对 在 是在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对 是 当时 何老师在上面已经 哭成的泪人 看着 感动了 太感动了 何老师是全程看着杰哥和娜姐一起过来了 全场是何老师介绍我跟娜娜认识的 你为什么会介绍他们 哦 何老师 就就朋友而已 还是你觉得他们两个就很配 嗯 只是是有的吧 我其实没有觉得他们有就是会要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我很喜欢 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这样子 之前也就是因为娜娜跟我说过 她觉得张杰唱歌很好听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约了张杰今天晚上唱歌 你要不要来 她说好好好就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天就已经勾得上 是那一天吗 哈哈哈 没有没有 从那那一秒一一时间就 没有我那一秒是抗拒人 因为他进来就要抱我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抱你 就因为在KTV的时候 我唱那个Better Man 哦 对 对唱Better Man 然后他进来我唱的太好了 就哥过来抱我 哎呀真的唱的太好了 就他觉得 就是唱歌完全是 唱到他心了 他的意思是娜娜追着他 没有没有 OK OK 因为他知道娜娜已经参加过了 所以呢 也不会说下一期找娜娜来 就就没有对证 所以他怎么说就怎么试 彭彭要表演节目是不是 我我我我 来了来我陪你 你要干嘛 没有他刚刚说他他有我没有 彭彭有节目 快点 我真的不知道 我搜一下歌词吧 哈哈哈 你说万一破音了 那全国人民又知道我唱歌不行 没事 所以我就给你一个音 在这唱歌有什么破音 谁没破过几个音啊 我都破过 你投入点唱没事的 我唱歌没感情 没事 真的吗 大华唱歌有感情 但人也没感情 没用 我有感情 我一家乡 古人稀取 幻化成秋夜 而我却像落叶鬼感 追在你心前 真的没什么感情 很好听 忌豫 忌豫 孤单 偷心感情 愿 把心放到歌里面 不用管歌声 最好听就是这种 没没什么技巧 唯独在你 有感情啊 没感情的 有感情 来唱唱唱 我会找到歌词了 我陪你唱 谢谢 我爱你 哦 我要问你 我爱你 ちゃんrop 我是 vaig 有人在那田习 你的 我爱你 remove panel 我爱你 有自信 就继续唱 一二三四 怕我与人像落叶归梗 却在你心间 几分犹豫 几分孤单 都心甘情愿 我的爱像落叶归梗 枪 唯独在你身边 很棒 非常好 有感受了已经 就是有感受了 让那个名气唱一个 来一个 唱什么 他唱歌超好听 真的好好听 其实我有帮杰哥写一首歌 是因为他们有了宝宝 当时你写我放过来 我在吃饭 然后我就点开 然后一边吃一边点 就一边听一边感动 你唱了吗 我没有唱 他还是demo 我们还没有说怒 怎么的 他还没有 对 最近还没叫做歌 小宝贝 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小 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 细松平常 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 我有一天 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 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 去摸索 去摸索 平淡日子里找答案 或许世界不是你与其的模样 柴米油烟包裹这大胆的梦想 学会了成熟一样 学会了成熟一样 保持善良 勇敢哭 用力下别逞强 不勉强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 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 当你搬大人 搬到疲惫了 有个家让你做回孩子 真好 谢谢 这个太感动了 这个就听前面的时候就特别感动 彭彭你眼睛怎么湿了 我就想到 我因为之前拍戏两年没回家 然后我 过年突然回家 就年前突然回家 我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 然后就坚持送我去高铁站 就我奶奶就看着我 她就哭了 又别这样 我也想哭 哈哈哈哈 哎哎哎 没什么 挺好的 我奶奶出了找女朋友 所以你知道你们那就咋 哎呦 贺老师也哭了 哎都哭了 哎呦 要贺老师也流点 你不用 我就不要搞这个事情 啊不要搞这个事情 对的对的 我刚才为什么听那个文奇乐歌那么的感触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彭彭 那个我见不得自己喜欢的人哭嘛 也不是 你这个不是 我就是爱哭嘛 爱陪哭 你这一在座哪个人谁边 你一附近哪有人哭 他一看有人哭 附近 附近 突然打个电话村里有人哭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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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专业回复的 我真是 我们都是被主持耽误的哭哭抱 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假装靠着这个样子好像没什么变化 看着比较能够好像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 好像你就能hold住时间你就能动灵什么不变 但其实刚才像文奇那个歌里面唱的那种人的成长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你可以假装年轻 但是你毕竟在慢慢的长大 与此同时你父母慢慢的越大了 所以看彭彭那个点确实会打动我 而且有的东西是不可逆的 有的东西是不可逆的 所以会感叹时间的威力 有的东西确实是抵抗不了 黄老师我第一季最后一期才哭 你记得吗 对 跟娜娜那会儿才哭 你这就连上了 但今天有点 他这个歌确实 你要说我 我爱哭 他绝对是在我之前 包括你 我们都是被主持耽误的哭包 你看何老师 他主持一节目 只是好多年叫快乐大背影 何老师给大家老说什么快乐店 什么快乐这快乐 什么的 其实九龙的内心世界里 并不是以快乐为主体的 它是以悲伤为主体的 真的 九龙的 他的主题其实是悲伤 他伤感 九龙是带着一种忧郁伤感 然后呢 常常在所有他的快乐的间隙 充满了那种 那种 不知所措的 这是九龙的天性 这是他本性 一个人他不能说一辈子是快乐的人 他一定要是快乐跟悲伤要去融合 因为有了忧伤不安 你才会知道快乐的珍贵 所以当有机会表达快乐的时候 你会特别珍惜 就你做了艺人呢 你的显性呢 是用快乐作为显性 对 但他的隐性就是他的基础 他那个本我自我那东西 他不是 我跟他太熟了 我跟他太熟了 他的本性里面 其实跟那个就是 就是我要刻意制造快乐的事 没关系 有些人是天生快乐 他是什么呢 他是 他是一定要让大家高兴 要制造快乐 没有 我知道不高兴有多么不高兴 所以我才会尽量让大家高兴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个不会让我因为做 你的平衡 对 不会让我因为长期做一个快乐的 简单 简单热闹的工作 而变得浮躁或者是轻浮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 为什么说不变 就是因为 我不会因为每天快乐 我就觉得快乐是个便宜的 我也不觉得我的快乐是假装的 其实完全不是假装的 当然不是 只是说 很多人说我笑点低 我其实不是笑点低 我也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但是我的 为什么那么愿意笑或者容易笑 是因为我珍惜每一个可以快乐的结果 彭炒 真会 这太好吃了 这太棒了 他什么叫什么的 这叫什么呢 他是因为他的快乐的要求 没有像别人这么的苛求 他知足长度 人畜无害 何老师 老少嫌疑 老少嫌疑 人畜无害 我就对他感受就是这样 就是 他这种神奇的 何老师 你真是你太可爱了 你太可爱了 开心 开心 我爱你 真的 真的爱 酒精真是太可爱了 真的 我爱你